最近 武淑青这个名字在各大媒体新闻中频频出现 作为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监察顾问 武淑青早前与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 一起现身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例会 就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发表演说 一个月后 记者在香港中华基金中学见到了武淑青 提起那场演讲 武淑青称是为了告诉世界一个真相 也达到了语气的效果 挺不错 听了以后很多国家代表都很惊讶 因为他们收到的媒体的信息都是觉得跟我们表达的事情是有距离的 也感谢我们给他们提供更一个准确的情况 武淑青还有一个身份是香港美兴集团创办人 武添德的长女 尽管时下他也不是美兴集团的员工 但他的勇敢发声却让美兴集团成为了示威者 集中发泄不满的对象 近段时间以来 美兴集团旗下的店铺 纷纷被骚扰 对此 武淑青称早已预料到 修理风波已演变成政治风波 我去瑞士以前我已经有这个考虑了 一到瑞士我们根本没有参加联合国的会以前 已经看网上很多事情了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可能他们不希望有人突破他们的垄断 在外面说清楚香港的情况 因为一到他们没有考虑过有民间的NGO 可以跑到联合国说事情 所以他们赐福他们的意料 为了要打击人家 他们的拼命是打击人生 要打击我们有关系的事情 根本我个人跟美兴没有关系 因为我不需要在美兴工作 不过美兴这次是爱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是每天有工作的 现在搞到他们现在工作的时候 也许精神压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不是一个反叛条例问题 根本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一个政治打药 香港这场示威活动迈入第四个月 四个月来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 他们肆意纵火破坏 打砸店铺 毁坏公共设施 攻击警察及市民 其中不发青少年的身影 吴淑清始终认为 这不是他所熟悉的香港人 他坚信有一些无形的手 将这些激进示威者往前推 我个人觉得后面有很多看不清楚的政治的问题 在后面做这个工作 因为香港我们认识的朋友大家都很通信 我觉得后面是有很大的在外面的政治势力 可以用香港作为一个打击香港 打击我们国家的平台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香港多所中学甚至小学外 学生戴上口罩 手牵手组成人链 意图将学校包围 校园里原本坐满的教室出现了空位 有不少巴克学生走上街头 汇入黑色人潮中 据了解 警方从6月初至9月底 共拘捕1596人 其中学生占尽三成 这些人中包括有1314岁的青少年 画面上的他们多数神情慌张 不知所措 在武书卿看来 青少年其实是一张白纸 现在白纸上落下了黑点 实际上是香港教育出了错 2000年 香港取消中国历史科为必修科 香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这代青年 普遍对中国历史认知不足 2009年 通识教育科作为必考科目 正式在香港高中推行 现代中国作为六大主题之一 再次出现在学生的必修课中 然而 通识教育科的教材无需送审 不少抹黑中国的内容 便被别有用心的人士 悄然塞进教科书中灌输给学生 香港我们的教育局从97年以后 没有很谨慎地培养香港的孩子 从幼儿年开始 小时中学也有学中国的历史 没有从小培养孩子认识究竟的国家 看新国旗 全国都没有做 回归以后 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这些孩子讲 到今天已经去中学 大学生毕业了 他们玩的是觉得 究竟不是一个中国人 他觉得在香港 讲的我是香港人 所以这个我们教育的政策 是从97年以后一路都一败土地 多得不好 爱国教育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而应该是润无戏无声的影响 眼见香港教育出现问题 吴淑青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1998年 吴淑青发起成立 中华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基金 每年资助组织香港学生 老师 纪律部队等 到内地参观考察 至今已有超过100个团售会 2000年 吴淑青成立了中华基金中学 传承中华文化教育 学校采用两文三语教学 校歌词皆为中文 在吴淑青接受采访的多媒体房间里 播放着介绍中国崛起历程的影响资料片 也摆放着众多的中文书籍 内容包括中国政策 历史 地区的介绍 以及名人传记等 所以我从北京和上海 从全国我去什么飞机场 通过书店我就买回来 都需要我自己个人买回来 要搬回来 有人在香港书店买不到 爱国教育 我觉得是潜移魔法的工作 不需要每天要讲口号 要爱国教育 你培养一个孩子 懂得就是一个中国人 已经等于培养他去爱国的 国家经济发展 比香港很多优势 最大的问题 因为香港长大的孩子 你不给他到深圳到那地走一走 他脑袋没有个版图 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 了解一下历史 了解一下地方才行 如今的武淑青已年过古稀 却依旧步履匆匆 忙于中华文化的教育和传扬 每一次见面 他都用行李箱 拉着满满的一箱书籍 风风火火赶来 其中有他委托人编写的 中英文历史教材 有他之前带团到内地参观后 团员们写的文章 有外交部原副部长傅盈 所著的书籍等 武淑青城 香港的国民教育任重而道远 他希望那些街头的青年示威者 能早日回到课堂上 珍惜时间 学好本事 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是我心目中学生该有的样子 他说 希望他们明白 他们的未来还是在香港 今日的破坏 终归还是需要他们自己承担